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会长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大家昨天睡得好吗 这个环境很好 欢迎大家常来 因为我们要把家庭 工作 哪是一事在道场当中的服务做好 那我们的精神状态 心理状态 都要保持得很好 所以来说 我们来到弥陀村就是充电的 这个佛法是圆融的 无碍的 师长常常提到 善财同子五十三餐 所以代表各行各业都能行菩萨道 都没有障碍 像净土法门 像净土法门 不理佛法 行事法 不费事法 正佛法 不费我们在世间的每一个角色 每一个行业可以正佛法 可以成就道业 所以各行各业 行菩萨道 包含每一个角色 都可以行菩萨道 所以师长老人家有讲过一个主题啊 家庭主妇 如何行菩萨道 大家听过这个主题没有 好像有一些有心的尽忠学会啊 把这一篇开示呢 加在三规一里面 那师长这个主题在启示我们什么 佛法在世间啊 不离世间绝了 这个文字跟我挺有缘的 所以师长他讲经啊 他是应激说法 他这个教诲呢 在帮助我们放下分别执着 其实善知事啊 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我明白一些道理 这个也对 最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放下分别执着 忧虑牵挂 就是善知事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大家有没有曾经 比方说 听老师上讲了一段教诲 听完之后啊 心里很担忧 有没有这种情况 假如有啊 一定是听错了 领会错了 善知事是帮我们安心的 不可能的 不可能是造成我们担忧 比方佛门说 下错一个字转语啊 多也五百事也乎生 那这句话是不是 要吓我们 让我们最好不要出来讲经啊 不然你担忧五百事也乎生 不然你堕五百事也乎生 不然你堕五百事也乎生 他不是吓我们的 这个教诲是提醒我们 护念我们 而从向上看啊 才错一个字呢 怎么这么恐怖啊 多五百事也乎生啊 从世上看 只有一个字 从心上呢 他已经不照佛教的在讲了 他已经狂妄了 孔子都是素而不作 信而好古 他居然照自己的意思在讲了 你看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 印光大师有说到了 从世上不离因果两个字啊 那他怎么会说 大修行人不落因果 那大修行人没有因果啦 那跟佛讲的已经被盗而耻了 所以 师长曾经有一个专题啊 叫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 大家听过这个主题吗 师长会在很重要的一些法会啊 都会有专题演讲 每一次讲的侧重点都不一样 有一次讲的是 有一次讲的是 传统文化老师 应当具备的素质 这个题目大家听过吗 大家现在是练禅定还是 假如不是练禅定 应该是要不点头要不摇头 不然我会误会大家入定了 那这个时候得要拿一个影庆来 先出定才行 但是大家没有反应啊 也是非常正常的 为什么呢 因为科学家说啊 一个东西要学21次才会记住 所以大家还没有21次 所以好像有点印象又不是很有把握 所以没有点头也是正常的 那老人家他在这些重要的法会啊 他一定会应激说法的 来互念我们现阶段修学啊 是不是有哪一些不足 哪一些偏颇的地方 所以要善学 要善听 老人家说善学是什么 善听 善思维 思维 思长这些教会的用意 听完之后 善于去落实 善言善行 所以这个善字啊就很重要了 就像师长讲了 家庭主妇如何行菩萨道 那就点出来了 你这个角色就可以行菩萨道了 不然 这个我们一学佛 学佛是个缘分 是个真上缘 但是我们不善学的时候啊 这一个这么殊胜的人 会变成我们增长贪的缘分了 所以老和尚说的 是让我们放下贪喔 不是换对象喔 有没有人 学了佛之后很贪法 哇 家里的书摆一堆 哎呦 这本 这个我也要 那个我也要 堆了一堆 从来没有看 道场没有 他也不拿出来 是吧 那个是贪法啦 贪功德 那个 那个 插那个香都要插第一柱 他的好胜心啊 在入佛门之后增长啦 那这不是很冤枉吗 我们入了佛门 有文法啦 以前不懂的道理啊 慢慢懂了不少啦 可是我们不善用心啊 我们懂道理之后 向外啦 哇 看到人家很多过失啦 那慢心就会增长啦 所以佛法的缘是帮我们放下贪嗔吃慢的 不能是变成遇了佛法之后 贪嗔吃慢变成增长了 那这个师父领进门啦 老婆像李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啦 事也给我们表演啦 那修行要靠我们个人啦 所以老人家讲这个主题 就是让我们不要在学佛当中产生的 道场才叫修行 哦 要念佛 要读经才叫修行 哇 那请问 当他在家里煮饭的时候 他是什么心情啊 哎呀 真衰啊 每天还要煮给这些冤亲再煮吃啊 都不能让我到道场去做功德啦 那你看这个心念对他的修学是个障碍啦 我曾经这个都是真实啊 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在如江遇到一个教育局的女局长啊 去参加课程 他就说啦 我们当地啊 有一个幼儿园园长啊 他学佛 他幼儿园啊 都不是很丧心 没有好好去管 常常都跑到啊 当地的千年古差去做义工 然后说啊 要到这个千年古差去做义工 才有功德啊 我当时候一听 这个教育局长给我讲这个话呢 请问他听谁讲的啊 我看不是那个幼儿园园长跟他讲的 可能都已经传了好几个人了 是吧 教育局长听到这个事了 那代表这一件事 在当地有没有造成负面影响呢 没有学佛的人一看到这个幼儿园园长会怎么想啊 哎呀 这学佛的人怎么这么执着啊 那我们就表不了法自己越学越分别啦 越学越执着啦 所以师长这些主题啊 真的都是帮我们放下分别执着的 佛法圆容无碍啊 都能在当下行菩萨道啦 心用对了就是行菩萨道啦 用真心就有功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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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像周朝三太 她是母亲啊 母亲的角色 太疆 太任 太士 每一代都交出好几个圣人 我们看太士 身武王 身周公 大家想一想 一个妈妈培养出了一个范仲淹啊 她功德大不大 computer都算不出来啊 是吧 为什么 因为她的影响现在还在啊 很可能这个高中生一读 先天下之幼而幼 她的善根就亮了 那她的功德还在增加啦 那这个母亲这么用心教了 这么优秀的孩子 她只要以这个功德 回向求生饥荒极乐世界 她不求来生的果报 她可以往生喔 那每一个角色能扮演好啊 都是功德无量 所以印光大师的教诲当中啊 提的最多的其中有一点 就是敦伦敬奋 印主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一句 他老人家有没有看到 当前跟后世的修学人 很可能会忽略了这一件事情 只要忽略了这一件事啊 很可能就会破坏佛门的形象啦 不尽本分 每天往道场跑啊 哇 世间没有学佛的人看了害怕啦 哎呀 假如是这样 我不敢学啦 所以师长很 不愚略 慈悲 怕我们忽略这个敦伦敬奋 所以师长说 敦伦敬奋 是大道 敦伦敬奋是印主教的啊 老上怕我们忽略了这个重点 他加了几个字 是大道 敦伦敬奋 闲邪 存成 是大德 一个人的德行展现在呢 邪念 恶念能调伏 能克念 存着真诚心 存着亲近平等心 真有德啦 信愿念佛是大行 六字统色万法 你念这一句佛号 整个宇宙都念到了 一切佛 一切法都没有漏掉 信愿念佛是大行 求生净土是大国 往生做阿维悦智菩萨 当生成就了 大国 那我们怎么敦伦敬奋呢 我们怎么扮演好每一个角色呢 那师长有开出药方来了 因为师长老人家 接触了一些大众 有一些当父母的人 说 啊 这个 孩子不听话 有当老师的人 来跟师长说了 学生不好教啊 也有做领导的人 来到师父面前 这个员工不好带啊 老人家又应激说法了 我们要在做领导 做父母 做老师当中 这个因缘当中啊 能够做好 做得圆满 老人家有心法了 做之君 做之亲 做之师 这个军进师的精神 能掌握住了 这三个角色都能够演得好 因为假如我们做领导 做之君啊 可是你忽略了 要把员工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啊 就没有做之亲啊 员工在一些情况出现的时候 你没有很好地借这个机会去引导他 那就没有做之师了 那做之亲 我们是当父母的人 可是当父母没有做之君 没有以身作则 那孩子不服气了 那做父母的人没有做之师 那孩子每天发生那么多事情 你都没有引导启发他 那他不就打迷糊仗了 或者是自己经历的这些事情 往不对的方向 去体会了 去下人生的判断了 我们人生成长过程 很多判断啊 一下错了 就变成自己的成见了 这个世间人做什么事啊 都有他的目的的啦 没有什么无私无我的人啊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这是他自己下的人生的 一种结论哦 他自己会觉得 真的是这样 他再把这些话 去讲给别人听啊 他就污染别人了 那我们就有遇到啊 老和尚就是无私无我的人啊 那他讲这个结论的时候 他是侮辱了世间这些佛菩萨 那口业容不容易造 我们的孩子成长过程中 当他发生的事 他也在思维哦 当他下的判断 跟经教不相应的时候 都会形成他人生的障碍哦 所以做这诗很重要啊 所以要扮演好每一个角色啊 只要我们的心里面 能提起君 亲 师 这三个精神来观照 我们的心就不会偏颇了 我们的心就会用对啦 任何一个角色啊 都能扮演好了 所以佛法常说啊 总持法门 总一切法 持一切意 你君 亲 师三个字呢 你就寒色儒家 一切教诲在里面了 就像佛门的 陀罗尼 好像有一个天王 问观世音菩萨 陀罗尼相貌啊 观音菩萨说 大悲心 大悲心就是种词啦 佛所讲的一切大臣经典 都是在诠释慈悲心啊 刚举目章 我们学这些种词法门 把刚领抓到了 我们在一切境界 都能提起观照啦 而师长昨天有讲到啊 不先学小臣 后学大臣啊 非佛弟子 就是要有基础 再学大臣 要有儒家 还有道家的基础 那君 亲 师啊 就是儒家的心法啦 道家的心法呢 在道德经说的 一约慈 慈悲 二约简 节简 三约不敢为天下先 就是谦虚 其实主事道讲的 都相通的啦 你看 节简 佛也是讲啊 以苦为师啊 不能浪费啦 不敢为天下先 你看 儒家六十二卦 六十四卦 益经六十四卦 只有一卦 六窑皆几 任何时候都是吉祥的 就是牵挂了 那佛家的三卦 那佛家的三卦 注释三卦 佛法身 那佛法身 其实它表的 更重要的意理是什么 佛表觉啊 法表正 身表静 表的是自性 觉正静 那我们随时 在任何境界 提醒自己 要绝而不迷 要正而不邪 要静而不染 那心念 能保持这样的观照 那能把事处理好的 能把角色扮演好 那我们今天 谈的 儒家这个君亲师 我们首先谈 做之君 做一个领导者 应该体现哪一些精神呢 第一个 要有使命感 我们 静中学会会长们 他们发心串办 学会 他就是要 令正法久住啊 他有这个使命感 尤其他又体会到了 向正法时期啊 戒律得度 向法时期禅定得度 末法时期 一亿人修行 喊一亿得道啊 那么多 一亿人修行 很少有一个人 可以出轮回啊 唯一念佛 得度生死 所以在末法时期啊 要靠自立出轮回 很难很难啊 所以 无量寿经里面 佛赞叹阿难尊者 启问这一部经 说到 当来一切寒灵啊 皆因乳问 而得度托啊 哇 你的功德很大了 所以末法时期啊 要靠净土 成就了 不然 众生只有 轮回的份啊 所以这个时候 会长有这个使命感啊 心大悲 明有情啊 那这一本书 大家都有 我们看这个 二十页 二十五句 这个就是展现了 使命感了 真子曰 其实主事道的教诲 亦去无穷啊 我们看到真子啊 我们想到什么 真子是沉传道统的 圣贤啊 生也乳呢 真子的 他的本来的根性 是比较迟钝的 乳钝哦 他都可以沉传道统 那代表 我们有心都做得到啊 真子说了 是不可以不红义啊 作为读圣贤书的人啊 那我们读的时候 我们作为佛弟子啊 也是不可以不红义 红是心量广大 于诸众生 是若自己啊 心量要大 义呢 刚义 当然也是毅力 要成就一件事 不容易啊 要纵使身子诸苦衷 如是愿兴 永不退 这个很刚义啊 很有毅力啊 而且这个刚 底下古人注解了 强而能断了 他很有决心的啊 这个断 我这一生 不再搞轮回了 我决定要往生极乐世界了 这种心境都是 义啊 而且当我们要突破习气的时候 不顾生死啊 就把它突破过去了 任重而道远啊 肩负的责任重大 而且呢 行走的路程呢 遥远啊 老儿上说的 要三到五代人 弃而不舍 来沉传正法 他慢慢就复兴起来了 我们现在可不能说 一下子就要让他复兴起来 欲速则不达 这个都是群书字要提醒我们的 物欲速 物见小利 你不要再 那你期望 一下子就看到效果 哇 就很多人认同 很多人来供养 有这个心念 做事都会做偏调 会做成表面给人家看的 我们办的是教育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可不能超短线 所以学了佛 那个买股票的习气要 调伏调伏 不能超短线 当然最好别玩 你说 反正我玩股票 如如不动 不要骗人 真的如如不动 再说 所以学到要打破 自欺一关 不能心动了 然后说 没有啊 我没有动啊 你看人家说 你生气了 哪有 我哪有 所以这个 经典随时指导 我们的心态 跟做事的原理原则 物欲数 物见小利 欲数则不达 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那我们知道啊 我们现在做正法的红传呢 他要努力几代人 尤其啊 要把下一代培养好 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更强 一代比一代强 马上就 这个 慢慢呢 就复兴起来了 那 人以为己任呢 不亦重乎 把实行人道 把弘扬正法 作为自己的责任 那这个责任是很重大 那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 这个重责大任呢 一直承担 致死不渝啊 所以这个 是很 长远的一条路 那我们学佛的 要改一个字 叫死而不已 这一生结束了 到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说 佛我来了 我要再回去 又再回来了 除其本愿 为众生故 披红四楷 教化一切友情 揭发信心 因为他有发愿 所以去跟阿弥陀佛 建了一个面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一加持 他又回到弥陀春来了 回到马来西亚来了 他不忘他的愿 死而不已 身身世世 无有疲厌 这也是普贤菩萨的精神 提到普贤菩萨 大家亲不亲切 你们跟普贤菩萨 关系不是很熟 无量受精 得尊普贤第二 我们得行共尊修 普贤大事之德 四大菩萨表修德 代表我们在修行的过程 我们都要效法四大菩萨 不能是四大菩萨 是四大菩萨 我还是我 那修不进去 所以这个使命感很重要 跟大家介绍一位 企业界的菩萨 道圣和夫先生 那是绝对是 佛菩萨再来的 不然影响不会那么大 全球的企业家 都在跟他学习 他创了两家 全球五百大的公司 其中第二家 是一个通讯公司 叫KDDI 他当时候要创这一家公司的时候 日本只有一家 独大的公司 垄断了整个通讯业 从明治时代 这个企业大得不行 那他为什么要创这个企业呢 他就考虑到 费用太高了 因为垄断嘛 价格都他在那定 老百姓生活压力很大 他就一直问自己 我是不是为了全国百姓 我有没有一点私心在里面 他问了自己几个月 我的心 我的动机啊 是纯利益人名 没有夹杂我的名利在里面 他才去做 好多的人都劝他不要做 不可能的 你一定会被人家弄倒了 但他愿坚定 最后经营得非常好 那个营业额是几兆日元了 这个是他的使命感 包含后来他两家公司 经营得很好 他得癌症了 他也没有慌张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他随时在培养人才 这个就是佛门 无偿的观念 用在团体当中 我随时会无偿啊 有没有人可以马上接我的位置 不然假如我不在了 这个团体没有人才 衰败下去了 那我也有责任啊 所以师长老人家 说到了 一个红法的人 他走的时候啊 没有一个学生接他的话 那他的成就等于零啊 那代表老长 很重视啊 你不管是红还是户 你一定要有接班人啊 不然你前面的努力 可能就大打折扣 甚至都退回去了 所以俗话都讲 不孝友善 无后为大 所以道圣和夫 突然知道自己有癌症了 不慌不忙 回到公司安排好 出家去了 出家没多久啊 身体好了 后来发生了一件日本的大事 日本航空倒了 揪山游吉夫当时候的首相 亲自上山请他出山啊 诸位同修啊 你们出不出啊 我都出家了 还叫我搞那些世间的事 唯磨绝基士有说啊 发菩提心 是名真出家 这个世界因缘 会影响他整个日本啊 所以他开始问自己了 我接不接这个工作啊 这个日本航空 假如真的倒了 日本的经济 信心大受打击 日本人民 对国家的信心 大受打击 第二 三万两千员工 都失业了 第三 航空业啊 就变成一家独大了 这样坐飞机的这些人民啊 负担就会越来越重了 他都考虑这些因素 所以佛门说 因地不争啊 果遭于蛆啊 我自己的因地 出发心 很重要啊 出发心成佛有余啊 同样的 我们来接洪护的工作啊 我们这个出发心 也要保持不退啊 这个就是一种使命感 后来他在很短的时间 一年多一点 把一个破产的公司 就转亏为盈啊 盈余了一千八百多亿 日元啊 三年之后 变成No.1了 他展现了佛法管用啊 更可贵的是什么 几千个企业家 中国的企业家 去向他请教 他说啊 这些东西都是 跟你们的老祖宗学的 他没有我像啊 我的东西没有啊 好 我们再看 坐之君第二个精神 以身作者 在一百四十三页 一百六十四句 孔子教导到了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令就是命令 或者你单位的规定 一个领导者当政的人啊 他本身言行端正 能做出表率模范 昨天市长提了好几次 做好样子啊 不用发号施令 人民自然起身效法 那正令啊 也将会畅行无阻 但是当 领导者本身言行不正 虽然下命令啊 那人民也 不愿意啊 服从遵守 我想 师长啊 在姻缘当中啊 是我们的君 也是我们的清 也是我们的师啊 那大家 都是除了家庭工作的责任 又到学会来发心啊 谁推我们的 我们不是被推进门的吧 我们是被老和尚感召的 被他老人家的身教感动了 好像不做点什么事啊 心里怪 过意不去的 那这个老和尚就展现给我们看了 其身正 不令而行啊 日本啊 有一个企业家叫 这个图光敏夫啊 他呢 每天晚上九点半睡觉 隔天三点起床 他每一天都是最早到公司的 他自己是一把手啊 那请问大家 他要不要再跟 团队里的人说 不能迟到我 早一点到我 都不用讲了 就像道圣和夫 他在公司里面 没有人的努力 超过他呢 他说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他也有六种精静 他把菩萨六度用在企业了 他那种精神就带动大家 精进不懈 好 这个是以身作则 但是以身作则 还要注意一点 我们怕会言语律己啊 又言语律人 这个心态要调整一下 孔子的教诲啊 用两个字 就可以含色一切了 叫忠述 夫子之道啊 忠述而已 其实啊 忠述 就是指导我们 怎么用真心 真心啊 言语律己 是忠 宽以待人 述 但是当我们言语律己啊 又言语律人 那就 我们的心念里面 就有要求别人了 我已经做得这样了 你还不做啊 那就要求了 所以师长常说啊 要放下控制的念头 这个控制就包含要求的念头 我们一有要求啊 自己生烦恼了 对方也生烦恼了 我们不要求 我们不生烦恼 我们宽以待人 慢慢他就被感动了 所以我们用真心 就慢慢唤醒对方的真心了 宗庸说的 宗庸为道不远 就宗庸的心境啊 跟我们的道 道其实就是 本性 就明心 见性的这个本性 不远了 相应了 所以宗庸讲的 正己 而不求于人 则无怨 这个经典里面 那个无怨 很重要 因为我们修行人 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新秧 我们跟人一相处 人家还怨恨我们 可能我们就造新秧 因为我们可能心有偏 所以跟他结怨 但是还是有另外一种情况 你是大公无私 对方怨恨你 来帮我们消业障 但是假如是因为 我们的心态不对 言行不对 那这个就结轮回夜楼 你大公无私 他一下子体会不了 但是日久见人心 他慢慢又经历一些事 他有反省到了 他就觉得你做的是对的了 好 所以 不能结怨 不求于人 则无怨 论语又讲到了 公至后 就是检讨自己 严格 脖则于人 则被别人轻 则远愿矣 我们就远离别人 对我们的怨恨 这个都是属于 以身作则 不是要求别人 好 第三呢 是大公无私 这是坐之君 的一个重要精神 我们翻到 三百一十一页 这个是我们挺熟悉的一段话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这个是总词法门 就是一星 为天下苍生着想 接下来是他 有这一个 大公无私的心 他会做的事 他会选贤举能 讲性修目 他用对人 所以领导人要知人善认 又是另外一个重点 人不读亲其亲 不读子其子 他有公心 他有爱心 这个 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这个句子没办法继续细讲 我们今天 翻开这一本书的目的 就是让大家知道 这一本书挺好的 大家回去慢慢看 我不能执着 讲得太细 今天 坐之君都讲不完了 我也不能执着 三百四十五句 我们看 福能通天下之智者 莫大乎至公 能够通达天下人的心意 就能理解天下人的心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大公无私 就没有自己 就很能体恤别人 心里把自己摆第一位 要体会别人的苦 就很难 能行至公者 莫要乎无忌心 能够做到大公无私的人 最重要的 没有猜忌之心 没有妒忌之心 昨天师长有强调到 要成人之美 不能有嫉妒 大家记不记得 昨天师长举了哪个例子 大家不要误会 不要误会 我要考导大家 不是这个意思 记不记得 假如不记得 就代表 学习还是要 多听几遍 不能只有听一遍 而且你多听几遍 你会体会到什么 越听越有味道 跟我们以前 没学佛以前 敢连续句是不一样的 敢连续句就是 被那个剧情 一直拉拉拉拉拉 看完 看了算了算了不看了 可是这个跟性德相应的 经典 或者是戏剧 越看 越有味道 大家看过达摩祖师传吗 尔东森先生主演的 很好看 每一次看 体会都不一样 我不是让大家去看电影 大家不要说 陈德华是说可以看电影 不要出卖我 跟性德相应的电影 而且你现在 还要多准备一些 电影 因为刚学佛的人 他还没有尝到法喜 你要横顺众生 让他 他本来很喜欢看电影 看电影 横顺众生 看看他看出味道来了 他的心境有所触动 他就更愿意 听经文法 这叫先以欲勾迁 后令入佛制 那我为什么会去 收集这些电影呢 那是 颜会长加持我的 因为这个姻缘是在他们家 刚好2020年 陈德在颜会长家住 有一些同修刚好来 其中有一个同修 很忧郁的跟我说 说陈德华师 你讲那些都是成人听的 有没有给青少年听的 我一听 这个当青少年的父母 真不简单 在他们那个年龄 说他是大人又不算 可是呢 你说他是小孩 他很不服气 你也要理解 也要横顺众生 他在那个年龄的心态 所以这个横顺众生 是我们跟众生相处 必修科目 所以师长 有一次 在国际间走 人家拿了一张资料给他添 其中有一栏 叫兴趣 老上想都没想 写了八个字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这八个字 要变成我们的习惯了 心境了 后来就去收集了一些电影 甚至动画 挂在一个 新闻成种的平台 大家可以去做参考 好 所以师长讲到了 包鼠牙推荐管仲 为全国人民 没有师兄 把管仲摆在到上面去了 还有六祖大师 遇到了 印宗法师 没有嫉妒六祖 这个帮六祖剃度完之后 拜六祖为师 所以这个都是公心 我们看 三百四十六句 见人之善 如己有善 见人有过 如己有过 那这个也是全是一个领导人 学习天地的无师 天无师于物 地无师于物 那习此行者 就效法天地 甚至于是日月 无师造 这种无师的精神 那这样才称得上是天子 那这个天子 其实就是一国之君 其实拉到我们 那就是一个团体的领导者 甚至于是一个家族的领导者 你都要没有实行 来带领团体 我们举一个例子 镇联税梨 镇联他们家一千口人 皇帝考他 给他分两颗水梨 他回到家里 拿了两个水缸 一边砸碎一个 那个梨汁就留下去了 一千个人 每个人喝一碗 公平 而且我们公 看事情清楚 一有失心 看事情就会偏 所以公生明 明白的明 臣生明 真臣 你看事情清楚 这一句话是在 红衣大师的 格言别录当中 还有 从容声明 人心不慌张 从容不迫的时候 看事 仔细 周到 一着急起来 看事 就混乱了 所以我们 做领导人 常常要提醒自己 不能急 不能慌 好 再来 第四个精神 领导 以身 坐 坐之君 懂得 集思广益 我们带动 来参与 团体的事 领导人 能够 让底下的人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就会用人 所以师长有 指导我们 言语的修养当中 有说到 少说命令的话 多说商量的话 命令只是接受 你那个命令 那么强势 人家只好啊 好啊 只能 只是接受 商量 才是领导 你多商量 多问问 干部的意见 你就把大家的积极性 都调动起来了 所以你看 一个言语的态度 影响 整个团体的 风气 你只是命令的 都没有听取意见 那就变成一言堂了 能听取意见 很愿意找大家商量 大家就凝成一股净了 好 第五呢 是知人善政 那了解人的方法 这个一百五十七页 这个单元 都是知人善政 有很多句 成德就举 我们看一百五十七页 这一句 还有一百八十一页 一百八十一句 我们就看一百八十一好了 不知其指 是其有 你不了解这个人 你看他交的朋友 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不知其君 视其左右 你不了解这个领导者 你看他身边用的人 就可以判断他了 好 这还有很多句 那我们先讲到这里 大家可以再多看这一部书 再念一句 大家比较熟悉的 师长蒋经也常提到 子曰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使骄傲且令 其余不足观也已 就是一个人 他假如骄傲 令赦 那他的才华再高 这个人不能用 因为骄傲 会给旁边的人 很大的压力 好像就他了不起 别人都不算什么 师长有说过 菩萨有三重戒 其实昨天师长 都有提到了 不能傲慢 要自卑和尊人 所以傲慢的人不能用 这个是孔子提醒的 因为周公是他最尊重的人 他这个比喻已经到极处了 他有周公这些才能 只要他骄傲 令赦 不能用 那我们首先要把这会傲慢调服 嫉妒 三重战是傲慢嫉妒 嫉妒我们就要成人之美 要欣赏别人的优点 多推荐 再来贪欲 不能贪名文利养 尤其三十七年提醒我们 诸苦皆从贪欲起 所有的烦恼苦都是从贪来的 真正看清楚了 不去追求这些五一六成的东西了 那变成自讨苦吃了 再来坐之亲 坐之亲 他的精神就是爱护下属 一百七十页 一百九十六句 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领导者的心境 善为国者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 欲明如父母之爱子 如兄之池弟 他对待百姓 对待下属 如同父母爱自己的孩子 坐之亲 如同兄长爱护弟弟 见到百姓饥寒 就为之哀痛 见到百姓劳苦 就为之悲伤 人积己积 人腻己腻 那我们做领导 也要关心爱护下属 再来呢 坐之亲 第二个精神 高度信任 信任自己的家人 信任自己的孩子 当父母的人 信任自己的孩子 会给孩子 无穷的力量 支持 成德自己 小学四年级以前 成绩都不怎么地 我母亲是小学老师 她没有拿我去跟人家攀比 一攀比我就没信心了 都是信任 都是鼓励 我考得再不好 我爸爸笑笑的 加油 加油 慢慢 在他们的信任当中成长 我也遇到老师很信任我了 慢慢我的成绩就上来了 所以这个信任能把人的潜力 激发出来 而且信任能让团体越来越凝聚 所以子贡问孔子怎么办政治 孔子说 足兵足使明信之矣 这是有军队 有粮食 还有老百姓信任 子贡很会问问题 这三个里面 不得已要去哪一个 孔子说去兵 把军队先去掉 必不得已而去 这两个要去哪一个 孔子说去食 粮食可以没有 自古皆有始 民无信不利 百姓不相信领导者 不相信国家 这个国家随时可以 瓦解掉 可是没有粮食 百姓很团结 可以抵抗 这个外来的侵略 这个历史当中 都有这些例子的 都没有食物可以吃的 吃什么 吃皮带 拿起来啃 喝什么 马 大下来的大便 拿布 把粪里面的水分挤出来 这个在东汉 以极少的人抵抗匈奴的大军 匈奴攻不下来 这个 四字建略里面有 我们有一个廖老师 他是专门讲历史的 有机会可以谈谈历史 领导者也要学历史 学历史有见识 学经典 明理 学历史还可以看看 这些圣哲人 怎么把经典用出来了 所以这个 确实是这样 好 再来一个精神 不离不弃 做之亲的精神 对任何团体的人 不放弃它 当然我们这个要学阿弥陀佛 黄金碧昼夜长垂 为虚行人独尾 白玉豪古精不昧 全凭愿者承担 我们学无量寿经 就是跟阿弥陀佛学习 我们要越学越像阿弥陀佛 因为学是效法 再来不求回报 父母对我们就不求回报 当我们对人是不求回报 别人那个感动 是自然发出来的 当我们的付出是有求回报 对方会有压力的 这个人与人相处 是很微妙的 第三 做之师 昨天师长有提到 我们要护法 要护道场 要护教 要护身 里面护教 那我们是净土中啊 所以净土中要掌握 怎样的教理行果 有一本 《尽忠同修修行守则》 就是将师长老人家 他在 1997年 首届尽忠联谊会 老人家把我们所要依的 教理行果 写下来了 那我们净中学会的教学 就依这个为准神 就对了 我们就把净土中 能够沉传下来 我们这几天有时间 我们再稍微交流一下 所以做之师 师者所以传道 要把法门 要把传统话道统 传下来 授业 那领导者 当老师的人 也要把怎么做人做事 交给下属 交给学生 这才是授业 还有解惑 所以做之师里面 开人的智慧 解人的迷惑 那论语当中有好多句子 都是孔子在解答 学生的问题 而且解答的都非常 微妙 应激说法 而且是抓住机会点 比方说有一次子贡 子贡在批评人 子贡方人 孔子贡 赤也贤乎在 跟子贡说 子贡啊 你怎么批评人 你觉得自己很贤德的吗 孔子说 夫我责不暇 假如是我啊 我没有那个时间 去批评别人 我自己用功都不够啦 孔子有说 德之不修 学之不讲 文艺不能洗 不善不能改 是无忧也啊 我的德行有没有提升啊 我学问有没有深入啊 这个 该做的事 我有尽力去做了吗 我的不善有改掉了吗 夫子是在这些地方用功啊 他哪还有时间去批评人呢 后来还看到夏连居老居士一句话 跟夫子这句一鼻孔出气了 夏老说呢 学道之人 无剪爪之想 就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啊 安有时间说闲话 大家有没有经验 好几天都想剪指甲 结果都忙到没剪啊 那恭喜大家 这是好现象 都用功 都忘了剪指甲 我们之前在炉江的时候 有那个小册子 陈德都写一句话 祝福同仁 让他们每个人抽一本 结果啊 这个抽很灵哦 你求佛菩萨加持 真的太灵了 有一个男众啊 常常去听啊 说是非 搞的团体啊 有点头大 结果啊 他去抽那个书的时候啊 他一抽 就抽到 学道之人 无剪爪之想 安有时间 说闲话 哇 他那一段时间 好乖啊 所以这个陈则感通啊 哦 这个抽 这小册子的故事很多啊 其中还有一个 有一个主管啊 他刚好出去办事 他夫妻都在单位里面 办事回来啊 一进门 对他太太说 烦烦烦 烦死了 他太太说 先不烦啊 先去抽一本 小册子吧 结果他一抽 打开来 做大事者 不可烦 烦必乱 这个代表什么 佛菩萨随时在加持我们 所以不要担心 后台老板是阿弥陀佛 随时会加持我们 Don't worry Be happy 我们要越干越欢喜 那这个 坐之师啊 还有一点啊 就是抓住 这个机会教育点 我们刚刚讲的 你看子贡口才最好 他一批评 孔子就抓住这个机会 你很闲的吗 我都没有那个闲功夫啊 你看子贡 子路 子路很勇猛 那子路就 夫子啊 你带着三军 出战的时候啊 你会 找谁跟你一起啊 因为子路最勇猛啊 孔子说呢 那个 空手打老虎的人啊 空手啊 要游过大川的人啊 这种人 这个死儿都不会悔改的 不会后悔的 这种人我才不跟他一起呢 就是当下就提醒 你不要游勇无谋啊 必也临世而聚 好谋而成则也 马上就提醒 你以为你 这个是你的强项啊 你这个强项里面有缺点啊 要注意啊 好 时间已经过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看看 首先 大家有没有爱上这本书了 开玩笑 我这个念头里面有要求的成分在 要让人家自然爱上 不是逼人家爱上 是吧 好 那个刚刚讲的内容 或者我们昨天的内容 有要探讨的 都可以提出来 有想到可以举手 假如还没有的话呢 比方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坐之师啊 懂得启发学生 启发下属 纸张啊 有一天问孔子 一个读书人呢 怎样才能称为通达呢 你看孔子怎么跟这个 纸张回应 孔子是先问的 你觉得呢 你觉得什么才是通达啊 我们当领导的人也要常问 你觉得呢 不然啊 比方说下属的习惯 就是只会问不思考 我们当领导人 也没有察觉到他的这个态度 他有问你就跟他讲 你就都是灌输而已 你没有启发他啦 所以礼济学济啊 指导我们 怎么为人师 其实你当父母当领导了 都要学这一篇教诲 导额扶迁 引导 不要硬拉他 我们要洞察 现在的人啊 越来越有个性啊 是吧 那越来越有个性啊 你要硬拉他 适得其反啊 大家有没有经验 遇到自己的孩子 就喜欢跟你唱反调 那个是结果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你很喜欢用拉的 有果必有因啊 我爸爸妈妈都不拉我 所以我也没跟他们 插法调 针对这个事啊 我还很慎重地问我妈妈 因为人家 好像这个什么 一些理论都说 人到了一种年龄啊 就会有叛逆期 我很怕 我是不是不正常 我就问我妈妈 我有叛逆期吗 大家看一下古书 几千年来 哪一个时代的人 有叛逆期啊 奇怪了 以前都没有这个记载 为什么这一两代人 如雨后春笋般 代沟 代沟这个词 什么时候来的 外来语 外国人翻过来 所以啊 文化是民主的灵魂啊 我们的文化不沉船啊 很多几千年来 没出现的现象 都越来越多了 因为人的思想 好的东西没进来 又受整个功利主义 享乐主义的影响啊 好 所以 引导 不要硬拉 导而扶迁 抢而扶意 抢是鼓励他 不要否定他 有时候我们那个气一来啊 讲那个话都 太伤人了 会让孩子 会让人家听了没信心 要多鼓励 开而扶打 开是启发 不是一直灌输他 一个人假如习惯只是听 都不思考啊 那他就不会应对事情了 所以孔子 你觉得呢 你觉得什么是通达 可以把学生内心的想法问出来 其实人讲话 要抓住气理跟气机 当我们不知道对方想什么的时候 你噼里啪啦讲了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到底有没有用啊 你假如不对他的记忆 你讲越久 他只会产生一种什么感觉 很啰嗦 对他的记忆 他越听越受用 越听越欢喜 所以为人父母 老师 领导啊 现在有一个能力 一定要学的 就是 倾听 你多听他讲 你就了解他心里的状态 这个时候你再跟他沟通 才能应他的机 李济学济也讲了 知其心 然后可以救其失 我们今天要互念对方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清楚 我了解他的心吗 我感受到他的心的状态了吗 这样我给他的护念才对他的积压 我们很可能在 要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我们首先就是 我今天非讲什么给他听不可 就没有考虑到 他当下的感受跟状态了 噼里啪啦就只讲着 我今天非把我要讲的话 讲完不可 这都是执着 要因无所住啊 而生其心啊 你没有执着 一定要讲什么 就是很真诚去面对他 聊着聊着 你有很多肺腑之言啊 就流出来了 就而生其心了 请听啊 也是一种修养 没有控制要求啊 才能请听 那孔子一问 你觉得什么是通达呢 结果纸张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 在帮 就是说 在国家当中啊 很有名 在自己的家族里面啊 很有名 孔子说啊 纸张啊 这个叫很有名 这个不叫通达 他一问啊 就把学生理解偏的地方 问出来了 那就 一问出来 就可以应激给他提醒了 什么叫通达 是这个人很真诚 又很有道义 然后呢 又能利益人 常常懂得察言观色 应人家的激 而且很谦虚 律以下人 有这样修养的人 他才能通达 那有名的人是什么 是呢 他呢 表现出来的行为很仁慈 但内心啊 是为了他的名 利 他是做外面的样子的 可是他自己又觉得自己很贤 贤得啊 那他就 很有名 但是不见得有真实的修养 好 这个是透过啊 跟学生互动 用一些色问的方法 了解对方的心态想法 好 那我们看 这个 论语当中 比方孔子说 事者如师傅 不舍昼夜 请问大家 孔子这句话 什么时候讲的 很可能是 带着学生出去 郊外啊 刚好看到河流 是吧 试着如师傅 不舍昼夜 我们那个莲花池的水 一直在流 有没有看到 大家以后 带着小朋友 来参加活动 到弥陀村 这些 都是教材 连那个 榴莲都是教材 孔子又说了 这个 遂寒 然后之松柏之后雕 这个都是论语的话 那一定是 有什么场景了 看到松树 你看下那么大的雪 它屹立不咬 就是我们当领导 当父母 老师的人 信手拈来 都可以抓住一些 机会教育点 那当然 我们平常 就要 多看书 多积累 有时间就听经 你的悟性一提升 真的会觉得 六成都在说法 你就会引 引这些势力 来引导小孩 举一个例子 唐太宗 他也很会教育 一天当中 这个在真观正要里面有 一天当中 早上起来 吃饭了 他问 他的孩子 你们知道饭吗 饭怎么来的 光是吃一个饭 里面就有好多做人做事了 这个 或饮食或做走 长者先 又者后 对饮食 误简则 食事可 误过者 都是 一粥一饭 当时来处 来之不易 寄工多少量 比来处 这个就是一个机会 现在住在大都市里的 你问孩子 米怎么来了 从 supermarket 来的 他也不知道 他也没看过 种水道 体验 体验的教育 你要带他去看 去体会 你看一天吃饭的时候 引导他 出门了 坐上马 问孩子 你懂马吗 马 你要善待他 你把他用到 他都透支了 他会跑掉 教他要善待动物 善待百姓 你干嘛 也是教材 结果 刚好要坐船了 你知道船吗 谁可载舟 亦可覆舟 走走又看到一棵大树 你知道木吗 你看那木头弯弯的 可是他能接受那个神墨 一弹很直 切出来就很直了 所以你要当领导者 要接受别人的劝 我们今天好像还没讲到纳见 坐之君要纳见 对 我没讲 你看佛菩萨加持 把漏掉的想起来了 174页 我们就看178页好了 因为好几个句子都很精辟 我们最后就看这一句 所以领导者第六个重要的特质是纳见 孔子曰 就是药酒 就是良药 苦于口而利于病 忠言逆于耳 而利于行 道理讲完了 马上举例子 商汤周五王以恶恶而娼 就是底下的人肯直言提醒 节奏以惟惟而亡 下节商奏 他们不能接受劝谏 那百姓就只是唯命是从 因为一提意见就被杀了 所以这个国家就灭亡了 好 谢谢大家 这堂课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阿弥陀佛